做出这个表 一个图 基本上这是用枢纽分析表来做的 然后里面该怎么去筛选结果呢 其实会用到一个所谓的筛选功能 筛选 这个还没有写程式 有些东西其实还不太需要写 但前提就是你要先产生你要的资料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怎么样 先把年次这个栏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请各位先把上面这两列先删掉 为什么要删掉 因为 放上面主要是说明 那 当然如果你要做筛选 筛选实际上他就是把 Eseo当资料库用 所以你不能加一些 不相干的东西 其实加一些不相干有点像把Eseo当握的用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加不相干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要做筛选做枢纽分析表之前 你不要加一些不相干的 而且你要把Eseo当资料 资料库的正规化很重要 什么叫正规化 就是说他的第一列一定要是蓝名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他应该要放的 你不能说跨栏至中那个不行 有很多不行 一个罗布一个坑 反正就要把它 长得像这样子 自己放自己的东西 你不要像 虽然他里面有一些什么 跨栏至中的功能 你千万就不要用了 为什么 因为跨栏至中的功能就是像握的一样 所以就是要把资料做正规化 你才有办法 再拿他去跟什么 像 筛选功能 还有像什么 像插入里面有一个叫枢纽分析表 所以你要做后面的动作的话 你就要把它 当成一个资料库 的价格 资料库里面的话 就是说不要加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进来 像刚刚 那上面两列说明 要把它删掉 然后呢 里面的资料就是一个罗布一个坑 你千万常见的也许就什么 跨栏至中这个也不要用 OK 如果有跨栏至中怎么样 你就把它 恢复成原状 否则你要做筛选跟书能源就会发生问题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统计 特别说第一步 当然我可以用筛选 比如说我要找几年次 比如说七十年次的话 那筛选里面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要找七十年次有几个的话 那我可以 这边筛选 那特别注意 因为 他这个年次里面我刚刚讲 他里面是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显示文字筛选 可是问题不对啊 他里面明明放数字 我跟各位讲 这个 虽然说他 显示出来是数字 但实际上他里面是有加了双引号的 但他还是把它当什么 当成文字看待 只是说他这边看不到这两个东西 这个概念怎么办呢 请记得要把这一个文字 改成数字 文字怎么改数字呢 特别是 这边其实也是要学会一个就是 文字里面有一个函数 他可以帮我把 里面 虽然是 什么文字 他可以帮我快速转换 把里面的数字抓出来 怎么 做 其实你可以从文字类里面的函数 去找 特别是 我建议有空的话 稍微看一下 每个每个函数 到底什么意思 不过我们今天没那么多时间 因为他刚好在最后一个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也就是说如果你里面是放 放的是 这个时候一定是阿拉伯数字 可是他是放在文字里面 你要把他转回原来数字形态的话 那你记得要用value OK 那怎么做 当然如果我现在 直接按确定 直接抓这个 按确定 他过来的人会发现 这一个 当我现在把他向下点两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一栏跟这一栏 里面放的数字虽然一样 但是有个地方不一样 我刚刚特别强调 他的什么 对齐方式 有没有 所以以后我如果你们 看到资料的时候可能也要 稍微敏锐一下 观察一下他对齐方式 当然因为我我这边其实不用再分两栏 我干脆 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资料外面 等号后面直接打一个value就可以了 然后前刮符 value 然后呢 把它包起来 有没有 再到后刮符呢 把它结束 就跟刚刚int那个一样 意思说 就帮我把那里面的资料 转换为数字就ok了 打个勾 好有没有 你会马上对齐方的靠右了 向下填满 然后呢你再去 筛选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筛选 如果重新再按一下 点他的时候呢 最关键的地方也会不一样 哪边不一样呢 数字筛选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今天要筛选出什么 70年次的range 的话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数字筛选 应该什么 借于吧 借于多少 大于等于 70 对 等于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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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79 不对 小于等于 等于 ok 小于等于79 这个range 有没有呢 有 出来了 就这些 但问题特别是有 筛选 你只能筛选 比如说你今天要70年次的 他就出来 可是我现在我要 要再来变 50年次60年怎么办 那你要再重新筛选 那你会没办法去做统计 那怎么办 其实 所以如果你要 看大概的资料 你可以用筛选 可是如果你要去统计的话 接下来你可以 再利用我刚刚讲的 插入里面的 枢纽分析表 OK 那枢纽分析表非常简单 按确定 如果你要统计的话 其实只要有这个年次 你就把年次拉到列 意思说我要统计这一部分 然后也再把年次放在直 因为我要根据 这个年次里面帮我算几个 OK 你会发现 自动帮我把它全部算完了 也就是说 里面总共 不过你会发现他把它合计的 我要算是 算里面不是加总 而是要 把它算几个的话 记得 你就把那个 这边有个箭头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把加总 改为 项目 他刚才是把里面数字加总 我是算里面的数量 OK 58一个 可是你想说 老师可是我是要几年次到几年次 帮我一个区隔的话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做群组 群组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50到59一个群组 60到60 69一个群组 OK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数据分析表之前 先完成到这边 就是 1 请各位在这个外面 8个value 把它转换成 数字 2的话 试试看 利用一个功能 就是做那个筛选 OK了解一下 因为最重要就是你有筛选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字 数字跟文字的差别 如果你用文字 很抱歉 刚刚如果介于是找不到你要的那个范子的资料 因为他不是数字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樞纽分析表 有没有办法做出你要的结果 那我们要做的结果 就类似长这样 就是 在那个我云端 白板上面有看到 有没有 59 50到59 两个 60到69 41个 有没有 70 到79 57个 最后旁边再加一个图出来 OK 外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